大家好 我是陈操縱醫師 這幾天剛好是端午節 那其實端午節大家會在門口掛倉樸跟礙夜 其實倉樸呢 它是一個長型的喔 那長型是什麼 是一把劍一樣 這個倉樸它本身呢 就是一把劍 針對妖魔鬼怪 在這個時候掛上的這個倉樸 就有避邪作用 斬妖除矛 但是實際上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礙夜喔 礙夜它本身是一個方向性的一種植物草喔 那這個呢 它是一種儲存的作用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古人呢 在門口掛上一把礙夜的時候呢 通常呢 掛單不掛雙樸 樹木都是在五到七根之後 掛上去之後 通常不會再拿下來喔 這是民間的流傳喔 那有一種說法 什麼時候掛 就是在端午節的前三天 或者前後四天 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內都可以掛上去喔 因為民間有一種前三後四的說法 總之在這七天之內 其實都可以喔 那因為端午節這個時候氣溫最高 蚊蟲跟毒蛇也隨之增生啊 當然昌樸也是可以斬要住喔 五毒不侵啊 那希望說能夠有這種荒香的氣味 驅除蚊蟲 家有三年愛 郎中不用來 就是說你有愛夜在家中呢 就不用看醫生啊 那在裡面有講說 有七年之病 當求三年之愛 所以艾草有成久者量 越成越久越香 療效越好喔 那其實我們艾草在養生保健有很好的功效 如果說我們把艾草曬乾以後把它點五燒起來 也可以去除溫蟲 燻一些空氣中的病毒細菌喔 艾草它可以煮菜 艾草作為一個叫做茶花粿 還有艾草的香包 艾草的辛香精油 蚊香 木魚包 這個時候這個節氣裡面 很多人都會用喔 那中醫的應用裡面呢 艾草還有在這個針上揪 那本身這種溫度 熱氣可以貫穿我們的穴道 是一種非常棒的 一種針揪的療法的一種用品喔 那另外艾草也可以泡腳 在本草綱目裡面呢 艾草有挑筋子痛 安胎子甭肉 上行廚師的功用 艾葉呢 是中醫常見的一種中藥材 它主要有幾個作用喔 你要可以把它揉成一種這個融融的狀 那把它用名字包起來 就變成艾草 艾草直接熏到穴位上 我們知道針揪的針 釋下去以後達到德基的狀 艾揪呢 就用這種熱氣呢 貫穿我們的體內穴道 讓穴道受熱刺激 而達到通筋活熱作用 針為蟹 揪為補啦 它本身有善含止痛 有不錯的效果喔 那通常艾草還可以用在一些美容養生方面啦 最常見就是用艾草再加老薑 那煮了以後 煮水以後可以泡腳的改善循環 那驅寒效果非常不錯喔 但是要泡到什麼程度 泡到腳以後 全身會微微出汗 整個都可以 或者你要藥衣的時候都可以來用喔 那談到這個艾葉能夠驅寒驅失的效果 對女性同胞呢 更有溫暖子宮的作用 比起 養血的作用 還能紓解精通的問題喔 如果 女性朋友如果有聽通筋的問題 艾葉是一個很好的保養 那這種艾葉 但是還是有禁忌的喔 因為它本身屬於溫熱 所以 也像陰虛火熱啊 口乾舌燥啊 燥熱的人啊 陽腎體質的人就在滿臉青春兜啦 痔瘡便秘啊 這個什麼呢 也是要小心喔 這個艾草還用了以後 容易上火 那到底要去哪裡買艾草呢 在這個季節裡面 尤其在端午節季節裡面到市場上 都有艾草跟倉浦新鮮的都可以買得到 那一般來講呢 像台北的這個龍山寺旁邊的西昌街 青草藥店呢 就可以買到新鮮的艾葉喔 但是中藥房裡面的艾草通常是乾燥的 那用在內服啊 或者像泡腳啊 泡澡啊 也是可以應用喔 冬午節呢 是一年的三大節日之一喔 那大家都會去孤外走走或渡假 但是難免的都會吃粽子啦 好去看花龍舟啊 歷誕這些習俗 尤其吃粽子要特別小心喔 如果本身胃不好的 胃酸胃潰瘍的 千萬粽子不要一次吃太多 因為不容易消化喔 那第二個呢 天氣慢慢的變熱 那食物容易腐敗喔 那如果說吃東西要確保新鮮喔 才不會引起腸胃炎喔 那也不要中暑喔 那連續假日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假期喔